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毛母的短篇小说 快乐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快乐 可是快乐就好像跟我们啄蜜肠一样 我们得费点心思才能找到他 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呢 他是一个寻找到快乐的人 他本来呢是在伦敦呢 一家医院里边做一名医生 薪水很稳定 而且是一个不错的待遇 但是他看到每天呢都跟病人打交道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做着同样的工作 从今天就能看到他死那一天 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就觉得非常的枯燥无聊 觉得找不到自己的自我 后来呢他就来到了西班牙 在那呢他开了一家小诊所 因为那里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那地方没有英国的医生 所以呢他在那呢就是 过着非常充实的生活 不用不需要就是在大医院里边 就是每天面对那么多的病人 而且呢就可能是那种 就是因为有了自己的生意 所以说就和在医院里边 给人打工做医生 那种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就可以就是把握住自我 他找到了灵魂的所在 他找到了快乐 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得到启发 因为我们每个人或许我们生活的环境很舒适 可是呢却没有可能 却没有找到我们自己的快乐 但是我们却不敢勇敢的迈出那一步 就是因为如果你要是去寻找快乐 势必要到一个陌生的领域里 你又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快乐 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就是不敢走出这一步 毛母的小说里呢有很多这样快乐的人 因为他们呢都是勇敢的去寻找 像他的短篇小说 堕落的爱德华贝纳德 就是一个也是就是放弃了优厚的英国的生活 来到了一个塔提西岛 一个殖民地小岛 土著人生活在那里 和土著人一块生活 他到那呢很贫穷 但是呢他却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而且呢他放弃了以前的跟他未婚妻 因为他觉得他那个未婚妻也不太适合他现在的生活 因为那个未婚妻生活在上层社会 英国的上层社会 而他自己呢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女朋友 是跟他生活在塔提西岛的一个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呢爱着他现在的自己 而不是就是他将来赚不赚钱都无所备 所以他觉得呢跟他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呢 就是能够共同地面对现在的生活 能够共同地把握住快乐 毛母的另外一篇长篇小说 刀锋也描写了那样一个一直寻找快乐的路上的一个精神的独行侠 那他呢毛母的一直就在力求于寻找快乐 在创作作品方面在描述这样一个一群人 他呢也为我们就是寻找快乐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 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寻找快乐可能并不像他小说中描写的那样 那么单纯 那么理想 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寻找快乐也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快乐的权利 而如果我们现在并不快乐 那我们为什么不勇敢地迈出一步去寻找我们的快乐呢 或许那条路荆棘重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可是呢我们只要每天都在寻找的路上 每天都要付出那么一点一点的努力 相信最终我们都会寻找到我们自己的快乐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再见